Find the equations of the tangent plane and the normal line to the surface 对于这个三变数方程式 三变数方程式会是空间的一个曲面 在这个点212的切平面方程式和法线方程式 对于这个三变数方程式 我把它Z三变数方程式移向一下 我把它写成这个是Fxyz等于0 变成一个等位面这种写法 这是我们的Fxyz Fxyz等于0 那这个等位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在这个点 要求切平面和法线的话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向量 就是它的T度向量 T度向量的话 它就是会有和切平面垂直 或者跟法线同方向的这种特性 平行法线的这个特性 所以我们先找到T度这个向量 T度的话对X的偏导数 对Y的偏导数 对Z偏导数 在212这个点 找到DLF这个向量 DLF这个向量 它就可以是切平面的法向量 也可以是法线的方向向量 所以切平面的法向量 5 4 512 这个法向量 乘上 X减经过212这个点 Y-1 Z-2 等于0 这个就会是它的切平面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5X加4Y 5X加4Y-12Z 找一下双数等于多少 4X加4Y-12Z 所以这个等于-10 这个就是我们的Tangent plane 那法线的话呢 这个是切平面的法向量 DLF是5 4-12 那它也可以当成法线的方向向量 经过212这个点 那法线的方程式 我们用对程式来写 5-4-12 又经过这个点 因为这个向量 就可以当法线的方向向量 平行法线 经过212这个点 所以这个是X-1 2 1 2 这个就是no more line 然后用参数式来写 当然也可以 我们现在用的是对程式 对程式来写的方法线的方法线 所以大家用的是对程式来写